大家好 下季养护蝴蝶兰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 加强通风 如何让蝴蝶兰 开花长久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 我这一棵蝴蝶兰已经开花 两个月了 花色还是 非常鲜艳 首先很多花友都喜欢 去花市购买 蝴蝶兰的时候 喜欢 买花苞的 拿回去 慢慢的开放 时间 更久 观赏性更长 我这棵买回来的时候 就是大家花苞的 然后接着 我在花盆里面 放了几粒长效的磨蝴 大家看一下底部这些 一颗颗白色的就是磨蝴了 磨蝴和根系接触 不会烧根 因为磨蝴 肥效时间长 而且 它是根据 养花需要养分的时候 才会释放养分 养花 根系需要养分的时候 为释放出有机酸 来分解 土壤中的 营养 毛肥就是根据有机酸 来释放出 养分 含有丰富的 零元素和美元素 中微量元素 能促进 蝴蝶兰 花色 萱叶 开出品质 高的花朵 而且呢 能延长花期 增加花色 我这颗也是前段时间 买回来的 用这个方法 让它开花100天 好了 喜欢 蝴蝶兰的花眼门 我们 要想它 延长花期 增加花色 买回来的时候呢 就放点磨肥 好了 再见